等一会儿啊,再给咱们炒个肉菜 你们怎么来了 大哥大嫂,你们回来了 舅啊,我早就给你们准备好了 咱们呀,还是老规矩 抓吧,你先来 就等你下手了 大嫂,你什么意思啊 你让大哥赶紧抓 我们家老二还有事呢 哪有时间在这儿当着 这几年都是石头抓的 今天换一换,你们先抓 老二,你不是有急事吗 今天你先抓 抓完了走人 大嫂 你说这话什么意思啊 这上面有大哥 下面有三弟 这正数倒数 也轮不到我呀 这就是有天大的事啊 这揪啊 今天也轮不到我先下手 老二 就你和老三的花花肠子 别以为我不知道 你们大哥 虽然老实 但是并不傻啊 大嫂 你说这话我就不爱听了 我们家老二 从来都是一根筋 做什么都直来直去 哪来的什么花花肠子 大嫂 你说这话我就不爱听了 我们家老三 最小 不受欺负就不错了 你看看你 把他说成什么人了 叫你们一说 你们还都成好人了 行了行了 别吵了 都少说两句吧 也顾及顾及 咱妈的感受 大哥 你得好好说说大嫂啊 她说话真不中听 咱妈这几年 在你家 没少干活吧 我和老三 我们说过什么吗 就是呀大哥 其实呀 我和二哥早就想 把妈接回去了 是啊大哥 可是这两年 你总是站着妈的赡养权 那行啊老三 今年呀 你们先抽 大哥二哥都在 哪能轮得着 我们先下手啊 你们说你们的 别把我们掺和进去 我还是那句话 正说到说 都轮不到我们 二嫂 你说这话什么意思啊 我看你今年 就想把我们俩 当成冤大头啊 孩子们 你们别吵了 今天呀 我哪个都不去 我自己呀 会少人吃住 妈 老二 老三 以后呀 关于妈的赡养问题 取消抓紧养妈的规矩 那怎么行啊 就是 这以后啊 妈用谁来养 怎么决定啊 这事呀 就不用你们操心了 我告诉你们 这以后呀 妈由我和小梅来养 妈 你呀 不用走 以后 只要我和小梅呀 有口吃的 就不会饿着您 是啊妈 以后啊 你哪都不用去 就在我们家 大人媳妇 还是你孝顺 妈 走 咱们呀 回屋 站住 大哥 今天这个鸡 你必须抓 就算二哥 他们愿意背 不赡养老人的锅 我们两个 还不愿意背呢 就是啊大哥 你还是 把这个鸡啊 先抓了吧 你这样做 我们和老三家 会落下闲话的 这毕竟啊 是不赡养老人的 坏名声 这可不是小事 我们可不愿意背 行了 你们都闭嘴吧 真以为 你们那两下子 我看不出来呀 我算是明白了 这几年呀 你们还竟把我和你大嫂 当成傻子了 大哥 你说这话什么意思啊 什么意思 老二 老三 今天你们必须 给我一个解释 我不跟你们计较 那是因为 她是咱的妈 咱爸走得早 妈辛辛苦苦 把咱三兄弟拉扯大 他老人家 受了多少苦 遭了多少罪 难道 你们都不知道吗 我不想 因为赡养的问题 让妈 含了心 以后 妈就跟着我了 如果以后 逢年过节的时候 你们想妈了 就来看一眼 不想看了 打个电话也行 你们记好了 只要有妈 再得一天 你们到了这个家 就有你们一口饭吃 老二老三 你们都是为人子女 现在 也为人父母了 人在做 天在看了 你们呀 好自为之吧 天在看了 我没写上 我以为 我来 咱们 不然 我来 咱们